7月27号上海合作组织 治国理政和领导力论坛开幕式 在北京和线上同步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行政学院院长陈希 通过视频方式出席并致辞 陈希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70多年来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份的目标 中国的发展既造福了中国人民 也汇集了全世界 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 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 自决担负起为人民谋幸福 为人内谋进步的历史责任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 愿与上河组织各成员国行政学院 加强合作交流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河组织 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在上河组织框架下开展领导力建设合作 加强领导力理论研讨和经验交流 尤为重要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 一直高度重视与上河组织 国家相关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与15个上河组的国家 并开展领导力,经济发行 工芸管理管理系 以及主机大人由开支的合作 社会上进步的ew書 进而述场 越过越 Tatful 主要是提出来的 该求本体办法 需要选择 一定的反对??? 这个阁 why 大法是空革的向内容 材贝尔方面 有代表公司 能成功安成代表公司 一名的制作, 成为更象征服的国家, 基于中文化的国家, 和民主的秩序, 和民主的选择, 和民主的行为的政治和政治。 我们有重要的角色, 在更加重的目标, 和民主的合作, 像是SEO, 在学习的社会认为 教育的发展, 和在学习的方法, 在学习的价格, 和合作的成为和合作的合作, 和合作的成立。 这一步是努力的, 和有很多距离的距离。 因此我们必须加入了招待会。 今天我们建议建议 设计与其他人和合作的计划 与各校团的教育 和各自在于研究。 和合作的发展, 和合作的形式与各自在发展, 和合作的这些争用的 制作品和制作品 和合作品和合作品 和合作品控制作品。 和合作品和合作品和合作品。 这是发展, 让我们发展, 使用了更多需要的 用选择的处理化。 和合作品和合作品的合作品和合作品。 和合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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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合作品和合作品和合作品。 未来需要我们建议 一步弘扬上河组织主旋律 利用好新媒体 短视频 纪录片 等多种的形式 传播多元文化 和现代文明 向世界 讲述 更多精彩的上河故事 发出 更多有力的上河声音 我们 as the United Nations family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committing to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goals as well as other goals related to governments as President Xi Jinping once said that by setting sail together we could ride the wind break the waves break the journey of 10,000 miles that China has always been and remains one of the priority of the partner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Kyrgyzstan in the meantime saya 国lo-kитайski отношения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динамично и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весьма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both-thруًt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добились больших успехов в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токно-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сферах а также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й дальнейшей активизац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в рамках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